介紹 大家好,我叫Zack 我是在行銷公關公司上班 其實我主要職務是做董事長的特殊 所以我沒有特別做一個專案 或特別做什麼,老闆做什麼就跟著做什麼 其實我們公司有做行銷設施的活動 當然演藝幾集的部分也是有報案 簡單介紹是怎樣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你有什麼專長? 其實我剛才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我的專長是什麼 其實我沒有特別專進一件事 那也沒有特別的強項在哪件事 我只能說我會願意去學習這一樣一件事情 就是說不管是什麼事情教一下我會學習的 去整個樣把這件事情完成 那這樣盡量就符合到 現實上面的求求這樣子 對 謝謝 好,我想要跟你講一下 專長其實這件事情它沒有這麼的嚴肅 不一定說你要設計專長或是什麼 其實它其實也很輕鬆 你今天是游泳或是什麼 它都是一份專長 對 那如果想問一下 到現在如果有一件事情想要讓你學習 你想要學什麼 就是專長交換的話 你現在目前最想要得到什麼 這樣的專長? 其實目前的話 我是想 真的有Fu 還有Fu 真的是有Fu 對啊 那其實我是蠻想學舞蹈的 那因為我覺得舞蹈就還蠻好玩 所以就 欸,月亮有空可以再玩一下這樣子 對啊 那其實我想多一點分享 就是說其實 我剛才看到你的部分 我想要回應一些地方是說 其實 因為我最近蠻常跟老闆去大陸出差 那其實我們出差的地方也是上海北京為主 那在上海生活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大家覺得說大陸不好或是到底怎麼樣 其實是 我覺得是去把它拆開來看 拆成硬體跟軟體的部分 那硬體的部分其實 他們真的很有錢 東西啊 建設啊什麼 真的是比我好 那 軟體的部分是指說 人體的數 人員的數值 那普遍來講 其實它 他們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是我覺得他們每個人的鬥志都很強 真的還蠻兇悍的 對,能力上面也還不錯 然後 那個吵架方面更是厲害 呵呵呵呵呵 對 那其實 大家回來會覺得大陸差的地方是 他們的生活習慣或是說服務水平之類的 其實真的不好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人太多 重點是他們把 笑評不笑差 看人真的很沒有 就是你沒有錢的話 他就覺得問題是什麼 舉個例子來講就是 我朋友 我老闆朋友發生的事情 因為他在大陸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請 可能是生意往來的時候 會往外快遞嘛 那有一個快遞 服務太多超差 每次來都 可能太多很差 東西亂丟還是什麼 然後這個朋友已經跟他講好幾次 他一直不願意改善 有一次他就 氣到我們 就是 他決定要去修一塌一頓 然後他就叫他老闆 老婆去領了 兩萬多塊人民幣 那大概台灣 台幣十幾萬 他就覺得說 好我要去 他就跑到那個快遞公司跟他說 那個誰誰誰 把我叫出來 然後叫出來的時候 他就暴打他一頓 打得比青天總這樣子 然後他說 沒關係我會負責 就叫公安來 我會陪 公安來就說 好那你現在要怎麼解決 那個快遞就說 你把我打成這樣 至少要 八百 八百人民幣 他在心裡想說 我幫你打成這樣 你才跟我要八百 他就說 好吧 那就 算錢算一算 你要八百給他 可是這時候呢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那個公安 突然間 走過來跟他說 八百 你值嗎 三百就很多了 就是 他們真的很看不起 那種窮人你知道嗎 然後 我們繼續覺得說 其實 這是對我來講 比較一個 震撼人的事情 他們真的是 看那種鄉下來的 很沒有 所以變成說 他們在對人的態度上面 就真的差了很多 那你剛才 有介紹的是你 原本是讀什麼 就是什麼 專業的嗎 我原本是念財務金融 就是學財務這方面 那 其實我會念財務是 我爸鼓勵我去念 因為他本身有在 經營 做股票這種投資 之類的事情 然後 其實我們有很多小朋友 那時候 好他去念 他念念之後發現 我很沒有興趣 所以變成說 我念畢業之後 沒有吵金融 或是說 證券院這些 去發展 那其實我剛出社會的時候 其實我 算蠻難 但是我是想說做業務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 跟你接觸 那我也不怕省 跟大家聊的時候 都還蠻好的 那我就想說 去當業務 然後 然後 就到了一家 科技業去上班 這樣子 科技業當業務 跑一跑的時候 沒有撐破 因為 他是臨底 其實壓力蠻大 然後後來就 放棄了 那我就想說 那我喜歡做什麼 在那時候 失業的時候 我就想說 其實我以前也喜歡放活動 那我就去 參加 去找一個活動公司 去上班 這樣子 可能就是 搬放活動 尾牙 這樣子 簡單的 那沒想到 我進到一個是 公關公司 他接觸的面就是 廣告我 無法理解的狀態 就是 包含行銷啊 什麼之類的 我包 所以 其實有一點 誤打誤撞 對 那講到這邊 我就可以回應一下 就是 他剛才 在說那個業配新聞 其實就是說 有時候電視上面講啊 某家餐廳很好吃啊 誰啊 這種就是業配 就是那種 他那種商品性 或目的性 很高的東西 這種其實就是 業配新聞 那其實很多 報 還是 誰啊 有真的很難 有 我 所以 我 有 有 過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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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